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得到滋润 神的话语是天上的灵粮 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饱足 神的话语是锋利的双刃剑 可以刺透我们的骨肉 可以刺透我们的灵魂 可以让我们的灵魂更加健康 更加兴盛 耶利米书第六章1到15节 并阿弥人啊 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 在提戈亚吹角 在伯哈基林立号起 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张望 那秀美娇嫩的喜爱女子 我必见除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 在他周围支搭帐篷 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 起来吧 我们可以趁五十上去 挨栽 日以见邪 顽影脱长了 起来吧 我们夜间上去 毁坏他的宫殿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 逐累攻打耶路撒冷 这就是那该伐的城 其中尽是启压 井怎样涌出水来 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 在其间常听见 有强暴毁灭的事 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耶路撒冷啊 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与你生疏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 敌人必掳尽以色列 剩下的民 如同摘进葡萄一样 你要像摘葡萄的人 摘了又摘 回手放在筐子里 现在我可以向谁 说话做见证 使他们听了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离 不能听见 看哪 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 不以为喜悦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 难以寒忍 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 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 连夫带妻 并年老的 与日子满足的 都必备其拿 他们的房屋 田地 和妻子 都必转归别人 我要伸手攻击 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从 最小的到质大的 都一味地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 都行事虚晃 他们轻轻呼呼地 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行可憎的事 知道惭愧吗 不然 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因此他们 避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 他们避至跌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了 耶利米书六章 一到十五节的经文 一到三节 是神对犹大人说话 在一到三节的经文当中 神通过耶利米先知 直接对犹大人说话 告诫犹大人 巴比伦要侵略和攻击 耶路撒冷 让他们逃往南方 危险迫在眉睫 唯一的方法 就是逃离耶路撒冷 逃到南部的犹大旷野 才有活路 这也是神通过 先知耶利米 在警告犹大人 为他们敲响了 逃亡的警钟 耶利米书六章二节 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 我必剪除 也就是说 神亲自要灭除犹大人 耶利米书六章三节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 到他那里 在他周围支搭帐篷 各在自己所占之地 使羊吃草 这里提到的牧人 是指巴比伦的首领 羊群是指巴比伦的军队 要把犹大国当作食物 要吞吃犹大 四到五节是敌人的发言 通过四节的经文 很明确地让我们看见 是神命令巴比伦人 攻击犹大人 是神允许巴比伦人 攻打耶路撒冷 并且也可以看到 是神激动敌人 非常迫切地去攻击犹大人 白天也攻击 夜晚也攻击 白天夜晚不间断地 攻击耶路撒冷 可见危险就在眼前 到了犹大人生死攸关 家破人亡的时候 六到七节是神对敌人说话 万军至耶和华 命令敌人要砍伐树木 要助累日夜攻打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敌军 都听从神的命令 而作为神的子民 却不听从神的话语 不听从神的命令 在六到七节中 也指出了神 为什么会降下怒气 要击打犹大人 为什么要调派强大的巴比伦 来攻击耶路撒冷 因为犹大人所犯的罪 因为耶路撒冷成了 应该受到刑罚的城池 因为满了欺压的罪 因为到处都是强暴毁灭的事 病患损伤也常常出现在神的面前 这里所提到的病患损伤 并不是单单指肉体的病患和损伤 也代表着道德和灵魂的堕落 当人在道德和灵魂的堕落之事上 不痛不痒的时候 说明神就要去审判这个人 要击打这个人 在耶利米书六章八节说 耶路撒冷啊 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与你生疏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一到七节的描述 是为了第八节的经文 所做的铺垫 神为了给犹大人希望 告诉犹大人还有机会 神要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能够悔改 得到神的饶恕 得到神的拯救 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怜悯的神 浪子回头 神就会收回审判 收回神的惩罚 不要等到我们的人生 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不要等到神击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回转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都顺从神的旨意 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 耶利米先知警告神的百姓们 巴比伦人不但会攻打 耶路撒冷 在攻打之后 会有剩下的民 但是剩下的民 仍然不回转到神的面前 不悔改 仍然做神所不学的事 神还会拆遣 巴比伦继续攻打犹大人 最后会导致犹大亡国 甚至会损毁 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猎王记》下24章到25章当中 有所记载 巴比伦曾三次寝入耶路撒冷 最终导致犹大亡国 成为了亡国的一个国家 在耶利米大声疾呼 哭喊着向犹大百姓诉说将来的事 将要面临的灾难之时 并没有得到百姓们感恩的回报 神的百姓们不但不感谢 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反而去恩将仇报 反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他们把耶和华的话当作羞辱 不肯接受神的话语 不肯接受神的管教和命令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 和耶利米所生活的时代 有什么区别呢 现今的人们 甚至很多口里称是基督徒的人们 与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大同小异 不遵守神的命令 不顺服神的话语 只喜欢过放纵的生活 可是作为现实的基督徒 我们要像先知耶利米一样 无论别人听还是不听 无论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 无论别人反对还是不反对 无论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要把神的愤怒 神的刑罚 神的审判都宣讲出去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职责和义务 无论是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还是我们现今的世代 很多神的儿女只喜欢听平安的话语 只喜欢听祝福的话语 只喜欢听安慰的话语 只喜欢听鼓励的话语 只喜欢听爱听的话语 只喜欢听让人舒服的话语 现今教会的牧者们 为了满足信徒们的喜好 也只说只讲信徒们所喜欢的话语 只讲不痛不痒的警告 只看重信徒的脸色 按照信徒的喜好宣讲神的话语 忘记了寻求神的心思和神的意念 就算是知道神的心意和话语 也会选择性的删除 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真正的平安 不是作为牧者 和传道人说一些 轻轻呼呼 无伤大雅的话语 去安慰神的儿女 对神的百姓说 平安了 平安了 这样是无法让人得到真正的平安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为了虚晃的牧者 不真实的牧者 我们就成为了瞎子 领瞎子的牧者 马太福音15章14节说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真正的平安来自于神的真理 作为神的仆人和牧者 应当把神的话语 完全地传达给神所喜悦的灵魂 要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无论百姓是否喜欢听 还是不喜欢听 我们要把完整的真理 传达给神所喜悦的百姓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很多时候背逆你的旨意 很多时候不顺服神的话语 主啊 求你饶恕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面前 向你悔改 我们惧怕神的审判 我们惧怕神的刑罚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小心翼翼 谨慎行事 每天顺服神的话语 活出得胜的生命 感谢赞美你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